感谢眼前这位本受尽无数生灵 分宠膜拜的神骁 顶不完年面对死亡时 却怕 故仅甘愿自斩一刀 自封于仙缘之中 还堕落到与昔日的敌人为伍 最后存世实在久远 生机已尽时 主角意外穿越了戴一丝生机 占据了这具身体 我这是穿越了 穿越到这天 不 这只是一个类似的世界而已 这个世界的生灵还真是惨 在自斩一刀的至尊眼中 还与四方无尽生灵皆为盘中肉食 无论是有多么的风华绝大 天骄绝世 到头来也不过是 维持至尊存活的一缕生机 哪怕真有人能逆势而起 在各大至尊的眼皮下正到成底 最后也不见得能呈现 结局如同注定 要么晚年被至尊们合力击上 一身残余生机被过分 要么扛过这一劫化道而亡 不想死的则会自斩一刀 从此是天下藏身为蝼蚁 成为黑暗动乱的祸首之一 林浩意外穿越过来 所占据的这具身体 便是一名昔日的人不大力 此人在世时实力极其强大 一生征战四方 所向辟命 甚至连各大次斩一刀的至尊 都不曾放在眼里 他不仅无敌于世 还受尽无数生灵的尊崇摩拜 然而 如此心高气傲的绝世人物 晚年面对死亡时 却趴了 他不仅甘愿自斩一刀 自封于仙缘之中 还堕落到 昔日的敌人为伍 成为黑暗动漫的发起者之一 从此冷血无情 为火苍生 林浩观跃了原主的一生后 心中不眠 有些惆怅 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血涂无数人族 以及天地间这么多的生灵 到头来还不是死了 想要不死不命 想要真正的长生不老 甚至是正道成仙 只靠这种手段根本心不同 这天中有一种名为 不死物质的能量 这个世界与其高度相似 那这种物质也必然存在 不过 想要凝聚出不死物质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少在人间天地中很难实现 但万事也无绝对 好在这个世界上 也有一条类似的成仙路 仙路之上 必然存有微量的不死物质 量可以不多 只要暂时够我破例 重火一事即可 林浩的眸光一天 若有所思的 看向了另一面 深渊那头 同样是一片黑雾弥漫 漂浮着一块巨大前路 而里面正封存着 另一名字斩一刀的 沧雷妖黄 他机缘巧合下入断天葬地 已经和原主在这深渊下 相处数十万年 并且也曾携手发动过 三场黑暗动乱 这次的运气可比原主好 在上一次黑暗动漫中 苍雷不仅削涂无数苍生 还借连吞噬掉了好几尊准地 也就是说 苍雷妖黄的体内 目前生机不仅充足 而且还很旺盛 我虽不愿涂入苍生狗国 但吞噬掉你的话 我不仅没有任何负罪感 反而还为这天下苍生 除去了一大祸患 何况从原主的记忆来看 此时不仅有地 而且实力还极其强大 外出作乱风险太大 与其面对上一尊 完整无缺的大地强者 还不如将目标 放在苍雷妖黄身上 极尽深化 这是那位在世大地的敌兵 实力果然强横 轻而易举就隔绝了天地 让外界不受影响 看来你很乐意看到 我们至尊自相残杀 不过林浩并不担心什么 对方根本没有动手的打算 只是一心想要地狐 外界的影响 神肖古帝 你就竟是何意 为何要对本皇出手 神肖 神肖你不要太过分了 真当我苍雷妖黄 这么好气吗 我苍雷妖黄 正道已数十万年 一生所向无敌 从无败尽 你当真要与本皇为敌 你为妖黄 我为古帝 以我皆为至尊 哪个不是曾经所向辟你 无敌一生 但你不要忘了 本帝正道还在你之前 与你为敌又如何 苍雷 事已至此修成口舌之力 今日无论如何你都必死 而我将见你旺盛的至尊生计 祝本帝铺而厚厉 神肖 你当真该死 若本皇有机会 极尽升华 丁要斩杀你 神肖古地这是发的什么疯 怎么突然间极尽升华 要杀苍雷妖黄 有点不对劲 神肖这是不要命了吗 确实 这件事有点诡异了 神肖说要破而厚厉 他这话究竟是何意 难道他已经找到一条 可以维持自身完整性 并且还能安然存世句话 不管神肖打的什么主意 我等继续观望其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位出手了 几千年过去 实力越发强悍 一座小塔就隔绝天地 当真好手段 还真是不容小觑 大帝 有宁君临天下 我等无忧 然而禁区动乱 古代至尊出世 不知为何互相残杀 此事也不知是好是坏 无妨 我不甘心了 本黄一生不弱于任何人 若能极尽升华 神肖你又怎可能是本黄对手 汤铃 你实力不错 若让你极尽升华 众林绝殿的话 本帝在想杀你 绝不会像现在这般轻松 似你赠般人物 如此憋屈死去 也确实让人惋惜 但本帝时间不多了 若是本帝生机足够 与你极尽一战又何妨 不过你放心 你的至尊生机 本帝不不浪费一丝一毫 与我一提 本帝带你长生 苍蝇已死 你以为还能跑得掉吗 这些纹路有点眼熟 有点类似 藏雷腰黄头顶对角之上 先天而生的大道神闻 可惜 只是仿照所刻 并非真正的先天神闻 不过催动起来 威力还是相当不错 或可助我强闯先路 该动身了 不过多少是有点麻烦 一旦我走出这片进去之地 那女人肯定会误以为 我要发动飞暗洞 想那么多干什么 事已至此 我还有回头路可走吗 此生要么成功开辟深路 纵过一世 要么失败陨落 从此于历史长河中消失 彻底烟消云散 有好戏看了 极尽升华的神骄 也不知与那天在身上 已熟强陈落 让他们哪 最好是两败俱伤 这样我等一刻趁机出事 多收集一些生机 也算是有备无患 莫 你们太高看神效了 还两败俱伤 莫不是忘了 这僧女帝可不是一名普通大帝 她太过强势了 几千年前杀出进去的三名古代之僧 可全都死在了她的手中 西遥 依次我前路 确定要与本地为敌吗 太惊人了 这就是大帝的力量吗 当真恐怖绝伦 令人望而生畏 他们还没真正交手 更不曾全力一战 仅仅只是帝兵的一次交锋而已 震荡出的余威就足以灭 伤我十字上百字 韩豪此事有地 并且心系天下 庇护苍生 若无女帝在 神霄至尊发动黑暗动乱 我等皆是难逃亦死 这是什么法 怎会如此惊人 这本巨人太强了 只有误出的大帝法过于惊人 亏言一词等大势之计 怕是在藤山道路上 走得比你我都要点 神霄威仪 怕生机本来就不多 虽极尽生化 上个与强势的余力一战 但拖赢太久 他必死无疑 似乎有点不对劲 神霄有种怪 难道他不知道进去打算 他此路已着 以双方目前展露的实力来看 神霄就算没有太大胜算 转头血洗生灵 延续生机还是能看到 何必一直和女帝缠斗 你冲出进去 究竟怀有什么目的 我还是把你能够 我还是把你够 伤心 一定有什么 我还是把你够 想到 我还是把你够 那片血与肉 契机惊人 蕴藏有黄道法则 莫非是某位大帝云落所流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连大帝都云落在了里面 此后还仅仅只残留下一滩血 一小片散落尸块 仙路 这是传说中的神仙路 这不是意外 那片星雨 自古就有非仙之地的传闻 相传在无尽岁月前 一尊实力强决的古皇 机缘条河下在那打穿了成仙路 后来那里空间一直都不是很稳定 不过这并非一条正确的道路 那尊强大的古皇全力一堆 最终却重伤归来 晚年黯然收场 多谢本地去演 穿越到类似遮天的世界 拥有非仙人大 海局成为发动黑暗动乱的古党局 太恐怖了 难怪这条线路被称之为死路 埋谷之地 这里遍布杀鸡 任何地方都不安全 从古至今不知多少精彩绝艳的古皇大帝 陨落在了这条死路上 还真不是人大的地方 这种几乎无人知晓的神秘物质 不仅十分稀少 而且还很分散 纵使在仙路上也残存不多 何况 那些强闯仙路的古皇大帝 一个个桀骜不信 一心只想打穿仙路 进入仙界而语化成仙 哪有贤情雅之在仙路上进行修炼 于是就更加发现不了不死物质的存在 这时 因为生机严重流逝 终于找到了 虽然我有赌的成分 但我赌对了 果然 这个世界与遮天类似 不仅有成仙路 同样也存有不死物质 林浩绷紧的神经松懈下 发现并证实不死物质的存在 也就意味着自己死不掉了 宁愿不死物质 幻发体内的至尊生机 在活一世已是刻不容缓 至于细胞为何幻发生机后 又快速失去魔性 因为林浩身体中 积攒了太多死 只有宁愿出足够量的不死物质 方能一举扫尽死器 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何况已经开始宁愿不死物质了 纵火一世有望 不可能再回头 纵使有真仙降临 出现在本地面前 甚至一把掌拍过来 我也要宁愿出足够量的不死物质 祝本地重开一世 再次登临这里巅峰 物质物质宁愿完成 量虽不多 但足以让我重复一世 我终于重复一世了 多亏有你 否则我也不可能宁愿出足够量的不死物质 放心 一些小损伤而已 待我重新祭练一番 不仅让你恢复如初 还让你变得比以往更加的情感 纤路上的神雷和四处飘洒的险光 任何一道异力都能威胁至尊 既然威力如此巨大 或是小心利用 都引来淬炼必兵 或许会有影响不到的收获 妖皇剑虽然毁了 不过铸造此剑的材料是坚难得 正好可以用来重计杀伐战猫 不过铸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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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时间流速停留在这一天 看样子还要多花点时间才能找到出口 既然时间在此刻停止 那我便带更多的人去看看历史阶段时间 加速 再加速 在真实的世界已经无法迈入明天之时 一个由我主导的虚假世界 正加速是向虚假的未来 每一个严重的重要时刻都那么清晰可见 那每一个因连接的每一刻 因果连接这件难以数计没有几乎 但又似乎触手可及 穿越到类似遮天的世界 永远的大理事 开局成为发动黑暗动乱的古代局 七百多年过去了 那条埋谷线路依旧是毫无动静 神骁那似看来是死在里面了 也好 虽然本地不知 神骁为何要强闯那条死路 但他手上沾满生灵血 死了对于天下众生而言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师尊 清灵 你可知为师叫你来 所为何事 还请师尊告知 你刻苦修炼 师尊看在眼里 而一味地指之埋头苦心 对你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为师决定让你出去 在修仙界好好历练一下 多谢师尊教会 清灵一定不负师尊所望 你出去后 获得向外人提起我是你师尊 而你的路 你的道 需要你自己去闯 师尊 清灵去了 带我成为强者 成为一名准地归来 亲手抓一群漂亮男人来孝敬你 这都什么跟什么 我有教他过这些 来 先不从里面被打转出来 是他 神肖没死 他居然还活着 不可能 这是怎么回事 神肖怎么还可能活着 不可思议 神肖体内生机本特不多 所剩无几 极尽升华后又接连与 苍雷妖黄和西妖女帝一战 早就该落寞了才对 不对 我感应到他体内死气减效 有无比旺盛的这尊生机 他这分明是重活出了一世 真没想到 你居然真的活下来了 我能活着归来 说起来也有你一份功劳 你若要战 本地自当奉陪 毕竟几百年前 你打我的事 本地到现在可还没有忘记 你们果然还是忍不住了 神肖 你是如何活出另一世 那条白骨心路上 究竟蕴藏着何等机缘 说出来 我等自然不会亏待你 想知道 你们大可自己杀入 埋谷仙路上找 不死物质本就稀少 事件难得 若让这些至尊去 宁念此等物质能量 无论是对我而言 还是对天地声明来说 绝非一件好事 神肖 你找死 是你不要自不 真以为你重活一世 就是我们三大至尊的对手 未免欲向天开 若是你不肯交出方法来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不错 杀了你之后 我们再仔细搜刮你的 神魂戟 我倒照样可以得到你 重活一世之法 就这也想杀我 他的地兵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埋谷仙路之上 究竟有什么 为何能让他重活一世 神肖 本皇要你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我们三大至尊一起出手 杀了神肖 叹其大秘 他能重活一世 我等依然 神肖 神肖 神肖重活一世 神肖 神肖重活一世 但终究是自斩一刀的至尊 并非一名完整无缺的大帝 此时有我在 他不可能重回地位 但极尽升华后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三大至尊纵使在墙 若只是这点手段 还不是他的对手 神肖重活一世 神肖重活一世 再多集中 过一世之马 你的极尽升华 同年大地之境又如何 本地依然无据 穿越到类似遮天的世界 永远 拍局成为发动黑暗动乱的古代之旅 老家伙 实力不行还冲在最前面 你装什么 非以为自己极限升华后就无敌了吗 去死吧 请不吝点赞 认赞 认赞 っ 请不吝点赞 认赞 认赞 不然会进去 别笑 递端 飞 认识 递端 无意乱 就是责 打掛 总和闺的时候 我递端 實断 阿 可恶 我太虚骨皇存活无尽岁月 正当还在你之前 无必一事 还宇称尊 怎可能落于你选宵 等皇一生不入于任何人 等皇不服 你我虽皆为皇道之尊 然而皇与帝之间 实力真就是对等的吗 你太理所当然了 有的人一事称尊 停滞不前 有的人一往无前 不断强 自古皇女帝 又有哪一个敢真言不败 哪个敢真正称无敌 既然说不败 谁言无敌 为何会有正道成帝者死于女之手 为何遇到西遥女帝之时 你等会选择必是不出 若非一世一人 无人相争 似你这般无能皇目之辈 也可以还与称尊 还什么太虚骨皇 本帝看你是龟宿太久 身体太心 你们不是要杀本帝吗 真当本帝好欺负 我对神骁的实力 怎会变得长得强 几百年前 神骁杀藏为妖房时 还费了不少力气 最后与西遥女帝一战 表现出的实力 也不太给人意 虽说现在的神骁 重火一世 但这实力未免有些夸张了 竟能接连斩杀 三大极尽升华的至尊 你帝 你还要对本帝出手吗 如今 他已经重火一世 体内根本不缺生机 无需血洗宇宙苍生 至少现在看来 神骁这一世结束之前 危害并不是很大 没必要与之拼命 何况各大禁区的至尊虎视眈眈 若是真打起来两败俱伤 后果太大了 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 神骁 你昔日也曾为一尊大帝 地护过这天地众生 虽然后面自甘堕落 但如今重活一世 本帝希望你能念及苍生疾苦 不要再造杀孽 本帝会一直盯紧你 若是你敢为获这天下苍生 本帝绝不侵扰 哪怕纵天一战 竭尽所能也要将你镇杀 他们怎么打起来了 好强 这二人的战地都很可怕 恐怖滔天 简直让人望尘莫及 那男的我认识 他名为赵天成 来自于荒芒古星 据说是某个大圣地中出来的圣子 体质也相当的惊人 修出了日月齐灰的异象 原来是他 这人我也听说过 他纵横星空古路 乃有敌手 宝上盘林前十 高居地霸 乃是一个实力极强的天骄 至于那位清凌女子 似乎是排名第十位的清凌仙子 什么 那人居然是清凌仙子 这可是一普通自治 在星空古路上崛起 赫赫为名 完全不弱于任何天骄人籍的黑马 清凌仙子的修仙自治 甚至还不如我 原来 他的修为实力却超越无数人 真正能与各大天骄争惠 甚至还丝毫不落下风 但如果非要分出生死的话 我希望是清凌仙子能胜出 我看哪 清凌仙子虽然很强 待面对上排名第八的赵天成 毕竟他的实力是有目共睹 你们快看 赵天成多有修出的意向了 热月齐灰 好恐怖的气息 清凌仙子为已 赵天成 受死 你所修之法居然来自于纳维 败给你 我不甘心 穿越到类似遮天的世界 拥有目共睹 开局成为发动黑暗动乱的 清凌 赵天成居然没死 不 他已经死了 只是没有完全死头 他临死之前 动用之道风随有一缕准地之力的符文 他死后的残魂 既入主之道准地之力 从而化形出外 当这与力量耗尽之后 也就是他彻底陨落 自至天地间完全消失之时 开头 赵天成谨正残忽 神志有缺 目标虽是清凌仙子 但也不能保证 他临死前会淡出什么 清凌 我不甘 我要杀了你 要让你为我回荡 清凌 终于找到你了 给我去死 怎么会遇上他 这可是一名禁区至尊 连世尊都头疼的存在 凶灵赫赫 手上沾满生灵血 可不是身后 那个借助一缕准地之力的残魂可比 我命休矣 什么鬼东西 惊扰本帝清凶 不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甘心 我要杀了清凌 你放开我 这鬼东西执念还挺深 被本帝抓在手中 居然还一心想要杀人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饶本帝清凶 多谢前辈出手 晚辈拜谢前辈救命之恩 好 肯定是跑不掉了 他若是要杀我的话 恐怕就算是失踪降民之词也没用 你这个小丫头倒是挺机灵 你很不错 根基诈实 修为稳固 看来西咬你 必发你开养得很好 前辈 你打算如何处置我 心性也不错 虽然最初有点慌慢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不愧是西咬女帝培养的徒弟 确实有过人之处 当年 本帝抢炒埋谷先路之前 你失尊西咬女帝现身 下手之本 本帝到现在都还尽意有心 而那之仇 本帝到如今都还没还回去 小丫头 本帝与你失尊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局势皆知 现在你觉得本帝该如何处置你 若是如此的话 前辈即便是杀了晚辈 也是理所应当 当年 前辈虽在我失尊手下吃了苦头 但有一点前辈也不能否认 若我失尊出手 前辈想要强开埋谷先路 定然会以失败而告终 前辈若不能进入埋谷先路 那自然也就活不出新的仪式 小丫头 你也知本帝乃至尊 昔日纵横天地之间无敌仪式 以大欺小 本帝还不屑这么做 我和你失尊的恩怨 本帝自会找你失尊清算 还不至于为难一个小辈 还有 小丫头 你的心思如此之重 难道就没看出本帝没打算对你动手吗 要杀你的话 本帝早就动手了 何必和你废话 啊这 我为了博得一线生机 绞尽脑汁 费尽心思 生怕会说错一句话 结果 全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小丫头 你也知本帝乃至尊 昔日纵横天地之间无敌仪式 以大欺小 本帝还不屑这么做 我和你失尊的恩怨 本帝自会找你失尊清算 还不至于为难一个小辈 你可是一名禁区至尊 说什么不会以大欺小 你这老邓难道忘记了 自己血涂过多少次仓生 这话说出来还要脸吗 晚辈 多谢前辈不杀 前辈 你为何一眼就看出 晚辈的师尊是西遥女帝 你待在他身边太久了 终日经受黄道地起的熏陶 何况 你身上还留有他一道印记 但本帝身为至尊 一眼便可动息 仿若本帝刚才真对你出手 那道印记必然会激活 虽然对本帝没什么威胁 但打起来也足以拖延到西遥女帝 真身降临 本帝虽然无惧你师尊 但现在还不是对他动手 报当年之仇的时候 前辈 晚辈的道谢 是不是说得有些早了 本帝收回刚才对你的拖赞 你这丫头看起来脸皮很厚 给你一点灿烂 你就跟鼻子上面了是吧 哪有 前辈英武不凡 威名赫赫 武功盖世 镇骨朔金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强绝于世 成仙有望 西遥女帝 究竟是怎么看中她的 这不就是一个马屁精吗 你叫清明对马 刚才本帝听见那鬼东西叫你名字 嗯 啊 对 晚辈确实名幻青银 哦 本帝记下了 这次放过你 不仅是本帝不讲一大奇效 更是看在西遥女帝的面子上 暂时还不想和她闹得太僵 你现在可以离开这里了 嗯 前辈这是在赶我走吗 怎么 你还想继续留在这 真不怕本帝反悔 地长把你给拍死吗 朝圣者 虔诚而珍质 自海的内阶而来 一步一扣手 只为尽见本座 以为何在杀意而言 朝圣者 你是谁 对 看样子该出去走走 如果可以收几个徒弟培养成红尘线 以后就能一起打入仙语 难道传闻有误 可是不对啊 连世尊都说他手上沾满生命血 绝非一个善类 莫非众活一世还能改变他的性子不成 看起来都很不错 其中几个在星空古路上的表现 甚至比清明还要耀眼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些人倘若天赋和资质都很普通 他们还能走到这种程度吗 也不是说天骄不好 相反天骄更容易成才 只是有清明这个普通资助妖孽先入为主 多少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何况是收徒 首先还要看对方的人品 最好是终身博 追随于左右不会被惨 也只有这样 才能往红全新的方向放心肥炎 未来一同打入近鲜鱼 有人突破准地 曾老金人的气息 我感觉那边方向仿佛变成一片道的光阳 究竟是谁 何人抢心一步能救准地 本圣子不甘耳 就这点成寿命 还敢自成天招 真神无助情 这是何人 为何我从未见过 是他 天骄榜上留得齐宁 台名第三的千眼道 没想到居然是他在妒解 当日赵天成死而复生 谈魂借助一缕准地之力 追杀清灵 没想到他还活着 听闻清灵仙子也是来自太仓谷星 就是不知道 他和千言道士口相识 说起来 这颗由女帝坐镇的生命谷星 还真是不简单 此次星空古墓开启 可以说是大放异法 居然一连崛起三名前十的天招 准地节确实恐怖 路过方为真正的准地 路过就只能化作一团城堆 但真正可怕的不是上天降下的祖案 而是这浮动的人心 这就是排名第三的天降吗 无论是底气 还是实力都非比寻常 连准地雷节都奈何不了 这是大破灭剑 逐日追悦 全力一计 可动穿大式宇宙 号称能握进满天星团 魂天出手了 怎么一回事 魂天实力强绝于顶 有妖神之姿 天交榜上排名第七 可他不是也来自于太仓谷星吗 为何第一个发难要阻止千言道堵截 我想过会有意外 但绝没想到最先忍不住出手之人 居然会是与千言道来自同一颗五星的魂天 卑鄙 一个个平日里自认不凡 结果不敢正面 以千言道分个高下 反而要用这等下三滥的手段 这家伙实力还真是变态 居然抗住了所有压力 成功过过了准地劫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好强 这就是准地吗 居然一击便可击杀大圣境强者 大势争锋 一名真正的准地境强者 居然这么快就从我被修饰中崛起出来了 千言道知名 自此名传四方 必将还宇皆惊 可惜这一世有戏摇女帝威压天地 令万道臣服 不可能再现第二尊大帝 否则千言道说不定有机会 成为一名真正的正道大帝 小丫头 这里现在很危险 本地劝你赶紧离开 钱 前辈 卧槽 这老灯居然也在场 还有他这话是何意 一名至尊的提醒 不管是不是出于好意 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有恐怖的事情即将要发生了 何况这老灯到场 这本身就很恐怖 毕竟在所有人看来 这老灯就是一名手上沾满生灵血 浑身连骨头都透着冷血无情的大恐怖 谁也不敢保证 他来到这里会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 他们来了 不过你身上有你师尊留下的印象 想必不保有余 何况他也不会做事 相信不可能 就不可能 想必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名准地归本黄 其余生灵任由你吞噬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弃 好 一道应景分身而已 还想找 这不可能一道能量凝聚的印记分身 怎么可能实力这么强 不对劲 按理来说 西遥女帝关注着禁区动静 两大至尊出事不可能逃过法眼 即便一时疏忽 至尊现身星空古路这么大动静 他也早该赶制 第一时间制止这场动漫才对 关键时各道链子 总不该人间蒸发了吧 这人究竟是去了哪里了 罢了罢了 我为至尊 昔日人足鼓励 为这天下藏生做点贡献 也没什么 朝圣者 虔诚而真具 自海的内队而来 一步一扣手 只为尽献本座 你为何待着杀意而止 朝圣者 你是谁 对 神马 居然还有一位至尊 完了 两大至尊出世 没过星空古路还不散满 居然又来一尊 这下子我们更无生还的可 我死也不甘心 大是争风 以我之天赋资质 这已是即便不能正道大力 亦能成为一鸣枕地 自云云众生中脱颖而出 崛起于星空之下 可又为什么 要让我遇上至尊出世 倘若是给我更多时间 另类正道义无不可 至尊又有何对 楼椅而已 也敢扬言另类正道 与我所为提 咬死 天骄榜第四的岳无尘 死了 若是给我读过的时间 以我天赋与资质 另类正道义无不可 即使你又有何惧 大言不惨 我等至尊皆守无敌一事 岂是你这楼椅能比肩的存在 给我去 今日虽死 我也依旧是一尊准利 纵横天地之间 绝不弱于任何人 自尊无不可 唯可 担我几几十三 跟谁 太阳 我 就 得 你 让我请 我 大言 我 穿 只 龙子 线 线 你也配 启 卖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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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起一身之道燃尽了一身之力又无 至孙当浅天地成主 本地也休想在我面前翻起一顶浪花 至尊也不过如此 这就是你的能耐 你不是无敌一世 镇压怀余 天地都要畏惧的存在脉 还真是让人大失所望 该死 本皇要将你碎尸万段 神魂永振血海 让你生不如死 幽冥 何必生这么大的气 不过是头顶被砸出一条小的 又不是什么致命伤 至于大动干货吗 人消 原来是 干什么 幽冥 你不觉得这话有点可笑吗 这里现在除了你和他之外 还有什么值得本地来死 你是为他而来 你的目标是本皇 你要与我为敌 为何 本皇哪里得罪你 为无辜藏生 为这云云众生 斩你何须理由 神骁 你当真以为本皇叛逆不成 要战变战 何必如此羞辱于我 你手上到底沾染了多少生灵血 仙台又残灵下有多少道亡魂 难道你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 现在居然说要为了这云云众生斩我 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 神闻 神骁至尊要庇护天地苍生 确定没开玩笑吗 信与不信 待本地斩你之后 事实胜于雄辩 何况你又怎知 过去的神骁是现在的我 而现在的我难道就是过去的神骁吗 重活一世 若死你等这样 终日埋藏在禁区等死 畏手畏脚 绝非我所愿 既然我来了 尝试一下改变理所应当 哼 活出新一世有什么了解 真以为这样你又能洗尽一身罪灭 回到你天地共尊之时吗 神骁 你太自以为是了 即便你斩杀我 甚至斩了所有的古代至孙 天底下的苍生 不会忘记 你曾是一名冷血无情的至孙 这个事实 这不可否认 可是原主神骁做的事 关我零号何干 是 是 神霄,若成仙有望,你我又粉会能落为禁剧之尊 以血洗天下苍生来广播于世,天地不公,无论是你还是我,亦或者其他举尊,因为一腔举面,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也太深了,根本无法回头,你今日之举,以后注定会寸步难行,这浩然天地,这长青岁月,永远铭记着你我的罪面,抹除不了,也休想清理干净,如同牢笼将你我的死后,困于土中,何况这仪式之后,你又当如何,未来的你最好不要后悔 至尊想要回头,真的就很难吗?或许确实很困难,毕竟回头就是死路一条,但那也是对你们而言,我已找到一条前路,即便不能前往仙域存仙,必可在这万丈红尘中逆活久世,另类阵的仙道 这人居然活下来了,此次,相当的不错,回想起刚才那小家伙,毅然决然地献祭一身之道,砸破幽冥至尊的头,这绝对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人才,若是就这样黯然退场,实在是太可惜了 先言道,你可是后悔献祭自己的道国和力量了 回禀神肖前辈,如果说晚辈没有后果,那一定说的是假话,可在那种情况下,晚辈横竖也是一个死,无非两个选择,要么束手就擒,沦为至尊延续生命的血食,要么舍弃所有,临为反抗拼死一击,纵死也不枉成为一鸣准帝 相较于坐以待毙,你选择了后者,不得不说勇气可嘉,自古黑暗动文不止,真正敢于拼金自身一切,如你那般剑职至尊的准帝,真的是为数不多,太过少见,你很不错,本帝很看好 倘若你愿拜我为师,本帝可以许诺,亲自为你互道,未来的你也必将重放一百 不要说再临准帝之境,哪怕是在将来某一世正道成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前辈,热 话以至此,一般还是不败,本帝绝不会想求,本帝会给你时间来考虑 这是幽冥至尊的血炼化而成的灵液,可为你洗精伐脉,重塑筋骨,并且修复一切道伤 当然,热至尊灵液并非白给,你要想好了再使用,否则想要反悔可就晚了 另外本帝有事要暂时离开,那边还有一名至尊需要去解决掉 朝圣者,虔诚而珍质,自海的内阁而来,一步一扣手,只为尽见本座,你为何在杀意而言? 朝圣者,你是谁? 你 朝圣者,你是谁? 朝圣者,是谁? 这一笑 一念画战间 张盖茨 他的实力为何会这么强 神效 你与我等失踪为主 只有一天你会后悔 想逃跑 问过我同意了吗 这个失踪人口 居然在这时候舍得现身了 秀 神效 谢就不必了 如果你真的想要感谢本帝 不妨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你之前揪进去了呢 为何直到现在才现身 罢了 这不起还都不起吗 既然你已现身 这里就交给你来处理 本帝就不参合了 这次究竟是怎么想的 难道真转性子 忽然变成了一个正太好人 很好 看来你已做出了选择 看样子至尊灵业没有白费 虽然不能让实力恢复 但至少是保住了部分修为 没有让其真的沦落为凡人 弟子千言道 拜见之尊 无序多礼 我们经历起 你就是本帝目前唯一的亲传弟子 而本帝也绝不会亏待你 这是本帝依靠一生所悟 自创出来的至尊法 你可以修炼 也可以至敌使用 但切记不能将此法当作是你自己的法 他人法 终究是他人修行之法 并非一定适合你修炼 不过你是成就过准帝之境的天骄 走出过自己的道路 虽然还不算成熟 但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的法你只可借鉴 完善你自己的法才是中毒之中 好好修炼 未来的你必然会重新绽放出光芒 而见识你身上的光辉 必将比今日成为准帝更加的璀璨要颜 总之一句话 你跟着我准没错 自从星空古路两大制飞行 血洗星空古路 导致无数强者隐落 来自各方星域的天骄更是大量死伤 而那些逃过一切的天骄们 纷纷四散而去 回归到各自的星域 很长一段时间内 再也看不到天骄病例 局势蒸发的盛化 可惜的是千言道 星空古路上第一个成为准帝 结果遇上两大制尊动乱 下场可想而知 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千言道应是陨落了 不太可能还活着 的确 不少强者都表示 曾远远看到千言道陷级一身之道 拼死一击 凭借一把剑一口顶 砸得幽冥至尊头破血流 后来神骁至尊出现 一举斩杀掉了幽冥至尊 这是九大禁区之一的寂灭血海 为何西遥女帝致死 我记得幽冥至尊和灵天之尊 生前就蛰伏在这片禁区中 如今西遥女帝亲自打上门 看来星空古路事件还远没有结束 不过女帝携带着杀一来 明显无法善聊 谁说不是 不过谁叫寂灭血海出了幽冥和灵天 西遥幽冥和灵天出世 这与我等无关 你没必要来此惊识问罪 寂灭血海 今日将从天地之间除名 西遥你不要太过分了 以为可以 但要扫除我寂灭血海 口气未免太大了 低级我等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狠 西遥女帝 我等可不是你以往斩杀的废物 废什么话 我等纵天一战 一同极尽升华 无缺的大地又如 未必不能将它斩杀 小狠 西遥 专门 小狠 诶头 西遥 滚 鳝寧 乱颖 专门 长寨 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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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专门 西遥 你欺人太甚 既然你非要拿我等来树立点形 那我们也无需和你客气 我指三大至尊未必出事 必将乱天弄地 西遥你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尊 西遥女帝以一敌三 情况凶险万分 您不打算聪手帮一下忙吗 言道 你觉得本帝的实力如何 师尊曾以一敌三 敢杀三大至尊 实力自然是空天 他很强大 寂灭血海三大至尊被迫出事 对本帝而言算不上什么威胁 同样也威胁不了西遥女帝 他不需要我帮助 不过 倒是可以借此机会 看一下他的实力究竟是强到了何种程度 放心 你帝找上寂灭血海 只要清算一场 震慑其余至尊 自然是毁有绝对的信心 何况还有本帝在 三大至尊而已 才乱不了 这座塔有问题 操作了帝兵范畴 蕴含极其惊人的法则之力 这时 半步仙气 这怎么可能 西遥才挣到多少年 纵使再怎么精彩绝艳 实力贯绝古今 也不可能祭练出一件半步仙气来 这还真是出乎预料啊 他不仅实力变得更巧 连帝兵都达到了半步仙气的程度 看来 我要多关注一下西遥女帝了 西遥 不好 走 走 这一件 斩补女帝兵都达到了半步仙气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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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会错意了 这些 斩补一个个活着不长久 虽然极其的自负 唐傲不羁 但也是老奸句话 不会轻易出来送死 自斩补女帝正道之后 古代斩补就频繁陨落 损失惨重 何况这一世还不只有斩补女帝 还要再加上本帝一个 你觉得那些 斩补会如何选择 他们是坐不住了 斩补都熄灭 也不想再出什么意外 他们要逃 不错 你很聪明 这么快就想到了点子上 不过本帝还是要纠正你一下 世尊的事怎么能叫逃 那应该叫做战壁锋芒 世尊教训的是 他们确实不是逃 而是要战壁锋芒 这是玄关禁地中的恐怖古关 九大禁区已出其二 剩余七处纷纷远离尘世 自此不再出现 这是天大的功绩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西遥女帝威武 这下天下太平了 至少在这一世 黑暗动乱不会再现 这片洞天不滴不错 灵气阴云 今后就是你我师徒的道场了 不过还缺少一些必要的建筑 师尊好手段 如此不凡的道工 估计就算是一个普通凡人入主成功 也能修成大道 成为一名强者 师尊还真是大忌 当真是毫无保护 心囊相受 严道 你的道上刚远 修为境界也跌落严重 不要多想 暂时就找一座道工安心修炼 若有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本地 必损尊面 师尊 一黄眼距离七大剑剧院 顿天荒度过了三千多年时光 而这段时间 各大星域又诞生起了不少星 它们丝毫不一样 是 心不一样 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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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几千多年前的老牌天骄都已很难 在这些后辈手中 自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场合 除子风居然是他 他早就在三千多年前的星空谷路上 打出赫赫威名当时天交榜的第一 若非当时出零以外 还宁第三的青年岛 率先一步成为各地 接着发生两大至尊黑暗路 除子风绝对是那个时期当之无愧的第一天见 看来当年佑名和林天两大至尊 霍卖星空谷路的事件 影响巨大 对于当时的天交人籍们打击极大 不然除子风也不会时刻这么久才踏入尽准遇 这女子也是老一辈天交 但具体是谁 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 有点陌生 想不起来了 顾仙儿 即日添加榜上第二 这你们都能忘记 我不服 这一是当属于我们年轻以来 你们这些老东西 为何该死的不死 一个个的在这个时期跳出来 莫非是要阻断我的 那是青林仙子 原来是他 早就听闻孙女来 并不简单 在星空谷路动乱之时 他就被很多人证实为西洋女帝之父 师尊不知有何吩咐 言道连女帝徒弟都已出事 你也没必要继续待在本地身边 是时候出去走动了 弟子遵命 虚尊请保重 什么情况 青林仙子不过准理解这才过去多久 怎么又出现了一位 千岩道 那人是千岩道 他居然没死 什么 千岩道居然还活着 时隔三千多年 他在一次迎战准地界 即将重回 当年达到过的巅峰 不可思议 难以想象 一个本该死掉之人 竟然还能重现人间 昔日简直至尊的千岩道回来了 再度成为准地 续写当年的辉煌 只怕千岩道的实力会变得更加强大 真没想到 你居然还活着 还重临了准地之境 三千多年前 我乃行攻下第一天交 横推古路几近无敌 而你排名第三 结果先一步突破为准地 后来 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连我等都以为你已身死 有时候 我还时不时的想起你 没能与你交手过 实在是人生遗憾 如今你我都游在尘世 并且都站在了同一条平行线上 或许可以弥补一下当年缺憾了 同为准地的固人再见 实属难得 也算上我一个吧 我等互相领教一二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正有此意 哟 好热闹啊 固人相见 要比划一场分个高下 怎么能少了我 你们说是吧 当年我就奇怪 一个无论天赋和修炼资质族 平平无奇的人 怎么能从云云众生中脱影而出 当时还真没想到你是不是吸咬你 若是知道的话 我早就和你交手了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平平无奇怎么了 毫无天赋又怎么了 你就这么瞧不起资之普通的人嘛 你不要站 我奉陪 自当全力将你镇压 看来续就到此为止了 千言道 你刚度过准地节 若是不想打的话 我们也不会强求 可以另寻时间再醒好觉 不用 我也正好想要印证一下我目前的道 继而进一步完善我的法 既如此 那边站吧 好 这就是准地之战吧 准地亦有灭世之位 四大准地也足以乱天动地 倘若西遥女帝不出 恶大禁区和至尊不显示 试问这天底之下 还有谁能与这四人并肩而立 回想当年 我也是心通比物上一名天骄 可是与这四人相比 简直是有云泥之别 我倒是很好奇 他们这四大准 究竟数强数弱 顾仙儿竟是第一个败退的准地 可惜了 世上有 这一世无人再能震荡 但若非如此的话 他们这四大准 总对许多修饰而言 在有地的年代突破为终地 或许是局限 然而对于他们四人中 或许有人能走出那里 从而另类正道 想什么呢 还另类正道 这条路太过艰难 我不否认有人成功过 可放言 今真正能走出这一步的 去之可数 今后 不管是敌还是有 此生都已无憾 诸位慢行 两位保重 我也去了 你能活下来 并重新修炼成准地境 我想应该不是意外吧 你想出什么 嘿嘿 如果我没猜错 自从星空古路之后 你现在还能活着有此成就 应该和神霄至尊 脱不开关系的吧 当年 你献祭一生之道 剑指幽冥至尊 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必死无疑 后来所有人都认为 因已陨落身亡的原因 可如今 你不仅没有死成 反而还重修成准地 这就不得不引人遐想了 而那幽冥至尊 最后可是死于神霄至尊之手 所以你若与他没有一点关系 我肯定是不会相信 你不要误会 我并没有恶意 只是心中好奇 想要确定一下罢了 至于神霄至尊 实不相瞒 我虽为西遥女帝之徒 但他也出手帮我化险 唯一过一次 我还想着怎么报答 何况 连我师尊都还没发话 暂时没有与之为敌的打算 我这小辈又怎敢见月挑事 啊 师尊和西遥女帝 难道不应该是你这种信 不错 不愧是西遥女帝培养的徒弟 既然你已猜出来了 我也就不瞒你 如今的神霄至尊 正是我之之尊 朝圣者 虔诚而真正 自海的内断而来 一步一扣手 只为尽献本作 你为何带着杀意而去 朝圣者 你是谁 对 他们来不来了 也不能白跑一趟 正好他们四个如今的行为都是这四天风 即便还不及至尊 但四人全力配合之下 才是能与之勉强打上一笔 你要借助其中一名至尊之手 历练他们四弟 这对他们有莫大的好处不是吗 放心 哪怕封给他们的对手极尽生态 以我在场及时出手 他们想出事都难 难道你不想借此难得的机会 好好磨练一下你的徒弟 至于其他人 不过是当作陪圣罢了 毕竟单打不住的 只凭倩演到一个电风阵 也还不足以当至尊对手 沈潇 西遥 你能为免财不把我等放在眼里了吗 一起出手 先杀了沈潇 不错 只要沈潇一死 西遥女帝在我们七人面前 不足为了 西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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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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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好让一次胜之不武 这次倒看看究竟是你实力更胜一筹 还是本地更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麻烦 不能用战毛与之影蹭烟 应付起来多少有些棘手 看来有必要再去一趟埋谷线路了 以我如今的战力 涉足更深的领域完全没有问题 这一趟 看来是你实力更有的 像是你实力更有的 像是你实力更有的 是神仙地狱的羽翼 又崩裂了 好在这次受损 并没有上一次那么严重 只绷出两三条浅血的裂纹 罢了罢了 这次就算了 但总有一天你的秘密 会有隐藏不住的时候 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跟踪上去了 是错觉吗 既然你已归来了 这片浩然城市就交由你来作战了 我也该去买古仙鹿了 实力可不能落下你太多 这里的空间虽然薄弱 但也需要极其强大的力量 才能打穿进买古仙鹿 当年的我 还需要借助西洋女帝之力 这才成功打入了禁区 而今以我的战力 无需再向他人借力了 那不是神肖大帝吗 他这是干什么 怎么无故轰向一片心域 仙鹿 原来如此 早就听闻神肖大帝藏在买古仙鹿上 安然无恙的逆火一世归来 传闻果真不假 神肖大帝再次强开仙鹿 他这是要打尽仙羽成仙 还是另有打算 或许是为了成仙 不错 本作也是这么觉得 毕竟神肖即便掌握某种逆火之法 可他第三时目前还在照顾 根本没必要冒险进入买古仙鹿 但他还是这么做的 所以多半是为了冲击这条绝路 他想强解打尽仙鹿 在传闻中 这条仙鹿不是凶险万分 号称古皇大帝的买古之地吗 怎么神肖大帝一路打下去 好似不受一点的阻碍 表现得也未免太过轻松平常了一点吧 好强 神肖大帝的实力当真是可怕 而且照这个趋势来看 不怕不是真的要打穿这条买古仙鹿 前往仙域成仙了吗 神肖大帝若能一举成仙 西遥女帝必然也行 毕竟差二人的实力相差不大 不过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逆火一事 开启新生的大命 或许就在那买古仙鹿的最深处 你说的不错 神肖一进去就直接冲往最深处 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不过买古仙鹿深处也是最为凶险之地 我等纵视极尽升华 贸然闯入进去 不说像他那样轻松 只怕会落得个神死盗宵的结局 该死好不容易等到神肖再闯 白骨仙鹿 本以为能窥视大命 不曾想是这样的结果 难道我等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无法似他那样逆活心生 一条死路纵有天大机缘 但如果因此而丧命也是不止 还不如继续长眠 待真正能抵达仙鹿的仙鹿开启 再行活命也不迟 无论是那大山 还是后来出现的人也 亦或者这座雄关 皆是曾经存在过 犹如岁月中的流影 被仙鹿上的法则重现了出来 这些血分属于不同时代 皆是古老岁月前正道的黄羽帝所流 可惜全部都被拦截在了这里 没能打穿这片区域 这该不会是某位仙王吧 这条仙鹿 指不定就是遭受仙王之力冲击 自拿仙鹿中被打崩了出来 这种可能性极大 而多年后 仙鹿将仙王身影重现 虽然无法发挥出仙王真正战力 而且看起来十分模糊 但也是沾染上一丝可怕道运 腾断前路 莫说一尊大 就是再来十分岁月之来的 真可怜啊 单凭一己之力 强开埋骨先路 并杀到此处来的古皇与大帝 实力绝对不弱 也足以傲视古丁 结果却落了这样的下场 甚至都能想象到 那是一副何等令人绝望的话 浴血奋战 拼死一搏 历经千难万险 好不容易杀到此处 结果遭遇一道虚虎先影 直接被毫无悬念的一巴掌开死 既然前路不通 就没必要继续深入过去 成了 这下终于有一把强力的武器了 要是再次面对上西遥 我也不用受到小塔的侧肘 可以放开拳脚一战了 到时候 可就不会再是平手而论了 已有三弹不死物质 加上我手中还留存有一弹 一共四弹不死物质 足够我再重活第四十 但这还不够 变换 变换太快了 而且没有任何章法 说不定上一刻还是一座人 一座古庙 下一刻就可能面对上那道模糊的仙王虚影 太危险了 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且就这样吧 待我继续蜕变进化几世 实力更强之后 再杀到那片劲头后方去也不止 不过 这似乎是一个女人 这道仙眼 虽是仙鹿极尽眼一响 重现出来的虚影 但也是沾染上一丝道怨 若是能领悟透彻的话 那绝对是莫大纪元 太嫌妙 也太过深奥了 难以进行领悟 不过若是真能参悟通透 对我之法有天大必应 或许可以一举媲美仙法的程度 从清明那里坑来的悟道茶叶 送给千言道一片后 剩下五片一直没用 正好可以在这时助我一臂之力 他人法 他人道 终究是他人东西 不过借剑可取 如面万法为以用 亦可强我知道 断我之法 不过终究是难以完全参透 不过能抿悟出十之二三足矣了 罢了 等下次再来埋补仙鹿 去西瑶娜多弄一些悟道茶叶来 这一趟收获巨大 朝圣者 虔诚而真挚 自海的内队而来 一步一扣手 只为尽现本座 你为何带着杀意而止 朝圣者 你是谁 好恐怖的气息 那里发生了什么 莫非有什么大恐怖出事 这是何人打出这一击 这实在太过耀眼了 我仿佛看见了大道 任何东西在这一击面前都将黯然失色 仙鹿 那是埋谷仙鹿 神霄大帝还活着 沉寂了四千多年时间 我等几乎以为他已运落身亡 不曾想定在一次安然无恙的从那死亡绝路上归来 这人就是传闻中的神霄大帝吗 这身姿 这浩瀚的气息 当真是为爱至极 像是一尊针线将帘 不愧是能开创新时代 达成双帝并利的大帝 我等远不及异 只能养我 神霄大帝未用 两次杀入仙鹿皆是安然归来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载入十字 这么精彩的剧情 多亏用我新的笔记本 制作流畅多了 旧的联想拯救者 我放转转上回收了2400多 像我换下来的笔记本 手表 相机啥的 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 估个价 价格满意 现场打钱 特别靠谱 总之 听我的 二手回收 认准转转 APP就对了 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吗 没想到我只是去了一趟买骨鲜路 再次归来 你已到晚年 算起来的话 自从它正到成帝后 这一是已存活两万三 四千年了吧 按常理来说 一尊大帝可活两三万年 三万年绝对是很极限了 十分少见 而以西遥女帝的情况来看 晚年再活个两三千年 不同问题 西遥 你老了 当初也不知道事实说 这一世能活到亲眼见证本地受众之时 还说非要亲自来送本地一程 可现在看来 怎么说出这话之人 反而先一步变老 还得本地反过来送一程 半步仙气 如果本地没有猜错 你去买骨鲜路一趟四千多年的时间 主要就是为了祭练出这把半仙气的吧 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闯入本地的狐空网 就是来炫药 来药物扬威 当然不全是 陈世中公正唯一上属于式的仙药 也就是那只误道茶树在你手上吧 本地来此目的 主要就是为了误道茶叶 不知西遥你方不方便给本地一些 这世上可没有白减的便宜 不过你若想要 本地可以给你一些 但需要东西来换 你要什么 你我皆为大帝 应该知道寻常物入不了本地之眼 你身上唯一值得交换的东西 也不过是你手中的半仙气 以及你暗藏于新的秘国之谜 当然 无论哪一样你都不可能拿出来交换 因此本地另外提一个条件 杀一名至尊 本地赠你九片悟道茶叶 杀的越多得到的越多 你确定 本地自然说话算话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 那些至尊引顿癫花 斩断了所有痕迹 早已不在这片尘世中 即便是你我想要找到他们 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甚至可能最终一无所获 悟道茶叶虽然珍惜 但一名至尊性命 只换得来九片 这未免有些夸张 难道至尊的命 你变得这么不值钱了吗 西遥 希望你说话算话 找到了 西遥 你办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我也办不到 不就是斩杀至尊 换取你长空的悟道茶叶吗 这很简单 无够可别到时候 因为我杀的至尊太多了 你拿不出足够的悟道茶叶来 你们活得多久了 就让我送你们上路吧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太古神山 西年各大禁区远顿边荒 曾亲眼见证过禁区的人 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但关于禁区的记录还在 因此看到太古神山的一瞬间 不少强者都想起了对于这座禁区的描述 神霄大帝的实力 当真是孔卢斯 相较于多年不曾出手过的西遥女帝 她或许已是当事第一 随便就能荡平一片隐盾禁区 真的是太过强大了 西遥女帝老了 实力不在巅峰 不出意外的话 她也最多还能活两三千年 万物生灵既有一死 强如大帝也逃不过这一劫 不过西遥纵死 事有神霄 活等依旧无忧 看样子你变强了 看来在埋谷仙路上 你不只是纪念出来一把半仙气那么简单 既然你真的办到了 本帝也会信手承诺 不过本帝手上的悟道茶叶已运光 不介意的话 再等些年并当亲手奉上 好 我这一世 已存活一万多年的时间 若是没有强行重名递进的话 估计也会如西遥女帝那般步入晚年了吧 以我现在的状况来看 在乎上个三万年时间都不成问题 未知的神秘之地 入口就在这片区域之中 不简单啊 该不会和真仙有关吧 是了 也只有和真仙有关 我才推演不出 也察觉不到什么 这一等就是足足五千年时间 细摇 你失言了 终于出现了 你不是西遥 林浩并不知道 西遥女帝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刻的西遥 绝非她所认知中的那个女帝 太陌生 太诡异 也太过超然了 不管你是谁 五千多年了 本地应得的悟道茶叶 也该讨要回来了 比较登 是的 Kath 缓 。 这是何物 仅仅只是一块碎片 林浩甚至都感应不到 有力量无限 竟轻易地挡下 他以你为奥的一击 我管你是什么 今天物道茶叶必须交出来 那是本地英德之物 无数强者都感到惶恐怖 但中多还是林浩更胜一手 将战毛统穿了西窑的迷信 认罪了他的仙台 管与之间迅速归此瓶颈 可这瓶颈并未持续太久 抱歉 出了一点意外 在里面耽搁了太久的时间 不过本地答应过你 自然不会出而返而 一片也不会少 至于多余的物道茶叶 算是本地给你的补偿吧 这还不够 你这是什么意思 神骁 这么多年你我并命于世 本地确实看到了你的改变 只要你在 这天地众生可无忧 但本地出了状况 你也是看到了 这座小塔就交给你了 倘若有一天本地无碍 自当召回 再另行补偿于你 可若是 西窑 你究竟在里面见到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那是本地的机缘之地 也可能是本地的灭亡之死 倘若攻城 威灵天地 惊艳万古红尘 岁月不染 倘若失败 几万年的苦修转头成空 不过也是白骨一堆 西窑 本地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但从你之前那种状态来看 你无疑是在玩火自焚 小心针地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天地悠悠 岁月流转 有多少天骄崛起 又有多少人节陨落 纵观这片尘世 曾出现过太多黄与帝 可他们现在在哪 自斩一刀 自闭前程 自甘堕落 亦获坚守本心 死于征途 似你我这般之人 强则强 可到头来也难逃化作一捧黄土的命运 前路艰难 或如飞蛾扑火一般 但本地绝不放弃那一线之机 万劫不复便万劫不复 至少本地尝试过 努力过 看到过那一抹光明 照亮过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前路 自此后 本地将不再出事 这天地交给你了 另外你也不要多想 那里将会封闭 彻底与世隔绝 或许你我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但也可能会有再见的一天 我原本是一名华夏朴朴通通的旋律 我原本是一名华夏朴朴通通的旋律 因一场意外 导致我穿越到这个世界 当我醒来之时 已经穿越到一名叫神骄的古代至尊身上 我名神骄 在极其黑暗时代正到城里 也曾守护过苍生征战四方 可当我受缘耗尽之时 我却怕了 赤甘堕落成为至尊血土苍生 只为求的那虚无飘脑的呈现 可惜终究还是没能 染指那片未知的神秘之地 夺射 如果真是夺射的话 西瑶你弟不可能被自己打醒 那更像是一种与其诡异下的状态 似乎受到了某种影响 但那地方已经封闭了 根本无法强行打入进去 神势之中 居然有这样一处地方 一次和仙有关 这却是出人预料 不过连仙路都存在 世上有这么一处地方倒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西瑶将小塔给我 更像是交代后事 他有所察觉 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不测 出现不可挽回的局面 或许 他送出这座小塔来 还有另一层不为人知的用意 这座塔更强了 比之自己的沙发扇貌 还要沉重几分 也显得更加的非凡 没想到 西瑶你弟除了将小塔交给我完 还将不死仙药给送了出来 别怕 今后你就待在我身边 而这里是我建立的道场 范围之内任你扎根深 故你永世周全 真的吗 当然 不过 我也不是一直待在道场之中 有时会外出活动 暂时离开 但你也不用为此担心 只要你不出去 老师待在我知道场范围内便可无用 多谢 你以前待过的地方可还有印象 那是一个暗无天地 气氛无比诡异 且充斥着大恐怖的地方 不知过了多少年 有一个浑身是伤的女员出现 她在那里找到一些惊人之物 继而变得更加强大 后来每隔一段时间现身一次 期间还从外界带进来一棵树种下 不过她也遇上了很可怕的事 转眼间一万年悠然而过 一万多年间下来 天地之间世人并不知晓西遥女帝 如今早已不在城市之中 但有林浩作战 并无特大事件发生 基本都是待在道场之中 不过 有一件事倒是引起了林浩的关注 由于两地病例 天地大道有所恐变 压制得太好 导致这世上的修仙者修为境界下 自从四大准地之后 无数青年俊杰 无论天赋在此好 哪怕已经杀别星 也依旧无法登临准地之境 甚至就连晋级大圣镜 渐渐的都渺渺无几 前人凋零 后人受到丧帝病例的影响 整个城市宇宙仿佛进入末末时代 几乎让人看上任何崛起的机会 或许我也该隐退了 没想到 你身在世外之地 还在为这天地众生着想 不愧是当时正道的女帝 困于神秘之地也心系天下 率先一步归影 镇压一身 让自己的道不再影响尘世天地 这么看起来 你的意识目前还很清醒 不过自此之后 你是死是活也无人知晓了 你这是要去哪 我要去开我新买的车了 那一定很贵吧 不贵 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 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9万9 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调价快 买瓜子特划算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领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少 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 千万别错过了 一尊大帝陨落了 西遥女帝的道在消亡 在消腿 一个大事迎来了中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西遥女帝遭遇到了什么 为何不声不响 突然之间就陨落身亡了 真的好可惜 哪怕是双帝 梦运于世的大时代 也无法改变结局 人世之中 无数人都是一脸难以置信 惊呼之声刺起 这一日 满天星辰都变得暗淡 广色大星域 仿佛拢罩在一片 重云时 大事哀鸣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千年过去 当天地众生 慢慢从西遥女帝 陨落的阴影下走出 多年过后 西遥女帝镇压一身 鼓动收敛 怕得到因此都是很快 如今影响已降到极低 双帝并礼于世 虽是万古不曾有过的辉煌大事 但这种辉煌 只属于两尊大帝 对我等众生而言 如今方才迎来真正上市 正道大帝不用想了 毕竟神霄大帝还在时 但突破准备之地 亦是我被休止 打土墙的目标 这一世 本圣子刚崛起 我义不若于人 并刚杀遍星空全无敌 这个时代将属于我 杀 这一世 各大新欲梦了 一个又一个天骄连剑 踏上了争托 并渐渐地展露头脚 或许是被压制太久 新时代的天骄连剑 他们一路崛起 仅仅只用了几千年的时间 便有人率先一步 成功登陆到准地之境 那是一个精彩绝艳的男子 长相虽然有些普通 但实力却是无与伦比的强大 早已杀到举世无敌 轻松度过了准备 举世瞩目 在大势辉煌 无比此理惨样 无数年不曾现世过的林浩 在这一刻 迎来了第三世的晚年 这一刻 终于要来临了吗 神霄谷地 也提想迎来灭亡 逆活了一世又一世 始终与世并存 毅力不早 但终究还是难逃死亡 史书上曾有记载 神霄大理七年为一名 后来密国一世 改邪归正 从此必顾 我等天地苍生 杀了不少之尊 他服用过不死仙药 靠着密法逆活过一世 如今在想延续新生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这一世的神霄 迎来终结 多半是要彻底落幕 多半是要彻底落幕 那 tranquil天地苍生 从此必须又来 拖着密尽 当年,西遥女帝坐镇,本地杀出宇宙边皇,没有将儿等一同砍除,你们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后来这城市,只有本地一人坐镇,无暇分身,让你等存活至今,可惜了,你们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全都在本地晚年现身,主动跳出,既然你等全都来了,那就别想再走了。 不好,坏者 太强了,神霄大帝的力量,当真是深不可测,哪怕万年行将旧目,战里依旧是无人能敌。 那九大至尊,一个个不可一世,携带着惊天的杀意而来,结果一拥而上,九打一还被反杀一人。 这一战,无论最终结果如何,神霄古地都将永垂不朽,纵观岁月长河,万古时空,后世之人一歌颂神霄之名。 不对,他的根本没有摔板。 我看到了他体内生机旺盛 细血如海 生不可测 你居然活出了第四世 不错 如你所言 本地已活出第四世 不可能 难道以那逆活之法 可以让你无限此获得新生物 一世又一世的逆活下去 永生不死 这和真心有何区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为何是你 我等哪里不如你神骁了 为何你能做到 我们就不能 本黄不甘心 好了 本黄也累了 不 等地绝不认 神骁古地 这世上真的有仙吗 有 如果真有仙人 如果真如此的话 是有真贤 那为何我等会 神骁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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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守 都守 是问这城市之间 何人还能与神骁大帝争奉 若世上有仙人 当如是也 他不仅斩杀九大至尊 还活出了第四世 神骁大帝太逆天了 他这是要长生不死 呈仙的节奏 至此之后 这城市间 不再由黑暗动乱 信仰之力 这玩意有力有弊 虽可助其修行 可影响也是无比巨大 凡若有一天 众生不再念及 以信仰修炼中的力量 必然暴跌 大回原形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何况信仰之力 与其说是一种巨大的助力 还不如说是一种反向的枷锁 因果牵扯实在太大 得益于众生 也必将会受制于众生 众生念力温养 说不定有朝一日 这把剑会成为险器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太过于渺茫 几乎等同于异想天开 毕竟来自信仰的力量 并不稳定 有一点机会 还是要尝试一下 第四世了 如今这城市 至尊死绝 天地无忧 我也该隐退了 接下来这广阔的舞台 就交给你们吧 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朝圣者 虔诚而真振 自海的内阁而来 一步一扣手 只为尽见本座 你为何带着杀意而止 朝圣者 你是谁 地 发生了什么 师尊的倒在消退 莫非是 无地的时代 我突然之间被惊醒过来 或许并不是什么意外 师尊说过 未来一个时代将属于我 或许这便是我军林天下 正道成立的时代 物死仙药 他怎么在这里 那是 这应该是师尊后来炼制的地丁 上面承载有天地众生念力 但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师尊遗留式上的东西 成立后 再来 师尊果然有流言 不过这究竟是何以 看来若是不成立的话 我将永远回不去 多少年了 仙影上的一丝道运 终于还是被我给领悟透彻了 我之法 自此超脱尘世 几乎堪比于仙法了 以我现如今的实力 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能否打穿过去了 在这片一项后方 究竟藏有怎样的风景 是否能能直达仙药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不过机率很低 应该不太可能 但无论前路上有什么 这条迈谷仙药的尽头区域 我都有必要亲自深入进去一趟 目前手上还剩下三坛不死物质 但也只过活到第七世而已 还达不到果图第九世的目标量 尘世之间 仙路肯定无之一条 不过小少数几发仙路 并非一件意识 有的甚至需要再特定时间才会开启 非人力能强开 因此 我唯一能依仗的 也就只有这条号称 埋谷之地的仙路了 变换的意象 也就那道仙影对我威胁最大 需小心应付 其余株类一项不足为虑 一群远古的流影 不过是过眼的浮云罢了 还挡不住我 不过眼的浮云 不过眼的浮云 那道仙影啊 还真是可怕 一击 凌仅只是一击而已 不曾想受损这么严重 仙王 当真是恐怖如斯 不过是一道淹没在岁月之中 得益于仙路力量重现出来的残影 居然也有如此惊天为力 真是不可思议 那是 一片浩大的世界 莫非是仙域 难道真是仙域 或许是距离仙域太近的原因 这里绝不是真正的仙域 只是仙路上的一处奇异世界 本质上与城市一样 好浓郁的不死能量 真是不可思议 还真是老天不公 倘若城市人间也如此见一斑 何至于修仙者寿源苦短 又哪来的至尊自斩一刀 黑暗动乱 这片奇异世界 不比浩然城市小多少 仅仅只是一片山脉而已 便有如此多强大的一兽 可想而知 这片天地间有多少强者存在 而我所在的城市与之一比较 实在是逊色太多了 这里没有天地压制 万道一处击破 修到极其容易 并且因为不死能量 所有生命的寿源还都格外悠长 简直是献杀旁人 自己拼死拼活 几次杀入近买古线路中 为了凝练不死物质逆活九世 费尽了心力 结果 世上竟有此等奇异世界 不仅修到容易 天地之间还充斥着大量不死能量 修为越强就活得越久 净虎媲美长生 这一番比较之下 甚至是气死人 这个世界的修行境界并无两样 这里没有大道压制 尘世之中 正道成帝极为困难 于是只许一人 而双帝病例等同传说 可是在这里 不要说双帝病例 就是三尊大帝病例 四帝病例于是 都是一件稀疏平常之事 光是坐镇在此狱之中的正道 大帝就有六尊 这还没算其他七个地域 存活这么长时间 就是不知道实力如何了 这里的大帝 然而他们不曾经历大道压制 正道成帝几乎没什么阻碍 在实力的比较下会有所欠缺 有得必有失 城市中的大帝应当更强 这人好可怕 绝对是一尊大帝 那只凶琴真是该死 招惹谁不好 居然招惹这等级别的存在 怕点还以为 这里要被大帝给肩负掉 这尊大帝 长相和气息都很陌生 似乎并非我潜狱中的生灵 难道是来自其他地域 总不至于来自禁忌之地外吧 那禁忌之地中 有天大的恐怖 即便是强如大帝都要往而生美 哪有生灵敢不知死活的深入进去 发了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准地修为 仅仅只是一城之主 我听说 城主召集 我等有大事宣布 据可靠的小道消息传言 似乎是我们潜狱中的一名大帝越海身亡 即将要爆发一场大战 什么 大帝远落了 这怎么可能 八大狱已十多万年 没有大帝远落了 你确定这个消息为真 我不敢确定是否属实 但前不久发生的事 诸位相信都听说过 顾朽仙墓开启 八狱大帝旗帜 后来又惊人的闲宝现实 大帝出手 那一战 天地间出现过惊人意象 万岛哀鸣 疑似有地生云 这个传闻我也是有所耳闻 难道消息是真的吗 而且陨落的还是我们潜狱中的一尊大帝 这或是 这可真是惊天大祸一件 看来传闻是八九不离十了 而十几万年来都不曾有地陨落 如今我遇大帝遇海身亡 这事恐怕是不会善罢甘休 必然会死很多人 不朽仙墓 仙宝 连大帝都要出手争夺 必是不可多得之物了 这片天地距离仙域最近 虽然遭逢大变坠入仙落 但想来也是藏有不少大名 而他们口中提及的不朽仙墓 或许却有其事 可能真是一处藏仙之地 仓谷帝君陨落 死于凯玉玄丰大帝之时 曾乃十几万年不曾有过的惊天区变 亦是我潜狱之旨 五大帝君有令 召集强者杀入凯玉 不死不凶 而等即日出发 不得为例 有意思 八大域 光是潜狱就有六尊大帝 否 现在应该只剩下了五尊才对 倘若其他地域 大地的数量也都相差无几的话 大致上就有近五十之数 这放在尘世中 比那些古代至尊都还要多 而等莫要惊慌 你们将直接传送到潜狱边方 本城堡随后就到 而你们将在那里 见到我日五大帝君 随其跨越征战 杀入凯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